长期服用高糖食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? 这些皮肤的油腻的一些疾病,比如说挫疮,比如说脱发,这里的疾病都可以有高糖饮食的能力,因此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健康饮食,可以喝咖啡喝喝牛奶,但是适量并且服用加糖,那对于这些不健康的食品,无论是从心血管系统还是毛发系统,我们都是不建议大家大量服用的。 过量摄入糖类到什么程度,才会引起脱发? 长期服用高糖的,它的这个胰岛,胰腺的这个负担食品会比较重,然后长期服用的话就很有可能引起胰岛细胞的一个消耗,过度的消耗,引起一个早期的糖耐量异常,糖耐量异常是会导致脱发的。 正常脱发和过量脱发的区别在哪里? 每天都用几十分的毛发会进入休止期,这种每天几十分的脱发量呢,其实是正常的,那在我们地区的派断里面,但在一天脱发量, 就是脱下来的毛发的数量超过了一百根,那么我们在医学上认为这是出现了一个生理异常的脱发情况,这种就需要引起重视来医院救诊和治疗。